你的言語 在我上旁 何等甘味 在我口中 秘密更甜 《彈以理書》 各位兄姊妹 我們已經來到彈以理書最後的一章 在今天這一集中我們所看到的經文 是記載到彈以理 他見到所有的異象之後 上帝也向他解釋這些異象 然後他仍然好像也不太明白 他問上帝這些事情 何時會應驗呢 上帝給他的答案就是 你要等候 原來等候是很重要的 讓我們同心的討告 父上帝我們求你給我們 有這種信心 繼續等候仰望 也存著一種盼望等候 因為我們知道 主你所說的話 必定會應驗 我們感謝主 祈禱交託奉主名求 阿門 《彈以理書》 第十二章 我 彈以理觀看 看那 另有兩個人站立 一個在河這邊 一個在河那邊 其中一個對那在河水之上 穿細麻衣的 說 這奇異的事 要到幾時才應驗呢 我聽見那在河水之上 穿細麻衣的 向天舉起左右手 指著那活到永遠的起誓說 要到一年 兩年 又半年 粉碎聖民力量結束的時候 這一切的事 就要應驗 我聽了及不明白 就說 我主呀 這些事的結局 是怎樣呢? 他說 但以理 去吧 因為這話 已經隱藏封閉 直到末時 必有許多人使自己結靜 結白 且受無念 但惡人仍必行惡 沒有一個惡人明白 唯獨智慧人能明白 從隨調經常獻的祭 設立那私行毀滅的可憎之物的時候起 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 那等候 直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有福了 至於你 你要去等候結局 你必安息 到了末期 你必起來 享受你的福分 去到達爾里書的結束的時候 達爾里去了一次去到河邊 在那一次 他見到有兩個人在河邊互相對問 問說究竟這些奇妙的事 究竟要何時才應驗呢? 你一個人就回答他說 一年、兩年、然後半年 其實對於這些時間 何時的應驗 但以你聽過之後 都仍然是不明白 其實對於這些時間 我們怎麼去計算呢? 究竟它是代表著什麼呢? 對於這些數字 其實到今天 很多的识經學者 仍有不同的計算 也有不同的爭執 但是在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那些時間 是一路的培增 但是也很突然間就會出現 所以我們想到 當主耶稣說 祂回來的日子近了 但是什麼時候回來呢? 沒有人知道 當繼續達爾里去追問的時候 究竟這些事的結局是怎樣的時候 彈爾里去 真的很想看到 萬事的終結是怎樣 但是 那個神的使者 同彈爾里說 你去吧 你去等候 等候萬事的結局 縱然你會安息 你會離世 在你離世之前 你也看不到這個結局 不過 它應許彈爾里也有一個盼望 就是說 你將來必定會再起來 享受你的福分 各位領姊妹 今天我們活在這個末世的日子當中 我們可能不知道主什麼時候回來 不過我們全有信心地去等候 但是同樣 我們也知道 可能我們安息主懷 但是最終的 我們也有復活的盼望 我們能夠得享上帝給我們的福分 回顧整觀彈爾里書 讓我們可以看得到 真正掌權的其實是上帝 縱然好像彈爾里 他身處在巴比倫 在波斯的時代 掌權的好像是那些軍王 然後我們看回歷史裡面 初期教會 他面對著羅馬帝國的統治 掌權的好像是那些羅馬的軍王 就算去到今時今日 在這個彎曲伴謀的世代裡面 我們可能以為掌權的是魔鬼撒旦 但彈爾里書再次提醒我們 真正掌權的是我們的上帝 所以我們要全然的信靠他 存著盼望 在我們今天的生活當中 去存著盼望來信靠上帝 華人學者鄺炳超博士 在他的彈爾里註釋書裡面 他這樣說 為何彈爾里和他幾個朋友 能夠對上帝共忠貞呢 原因 因為他們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唯有一個認識上帝的子民 才能夠在壁伯裡面 他們仍可以來到剛強壯膽 不單止你自己剛強 一個有智慧的人 還會令到其他人 學校他們一樣 這樣在上帝的面前 剛強壯膽 所以他們能夠 在面對著迫伯的時候 他們知道上帝是真正掌權者 所以他們才能夠自死不育 而怎樣可以成為一個智慧的人 就好像彈爾里和他三個朋友一樣 他每天的祈禱 每天的敬拜上帝 透過讀經 透過祈禱 去認識這個真上帝 以至他們的生命 能夠得到激勵 所以在彈爾里書裡面 期盼我們 能夠從當中吸取經驗 吸取教訓 我們都能夠成為一個有智慧的人 到了彈爾里書的結束的時候 神對彈爾里說 你必安息 但是到了末期 你必起來得享你的福分 而這種的福分 就是他能夠進入 永恆的天國的國度當中 所以弟兄姊妹 上帝已經允許了 你和我每一個願意去信靠 跟隨忠心是主的人 到將來都能夠得享這個福分 在上帝的永恆國度當中 有我們的福分 今集背中的金句是 必有許多人使自己潔淨 潔白且受無練 但惡人仍必行惡 沒有一個惡人明白 唯獨智慧人能明白 彈爾里書 十二章十節 明天開始 會用哈巴菊書和大家寧修 繼續透過聖經的話語 讓生命更新 再見